今天看到这个场地 相信大家都会有一种 说不出的熟悉感 不管是在校园 是在小区 在街道 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运动 今天我们要挑战的项目就是 篮球 对了 那首先当然欢迎的是我们 来宝冠军的这个活力二宝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队长 上场 首先展示的就是 这非凡的抓球能力 真的 会打球的人 对球的控制真的相当的厉害 来 我跟艾勒比一下手的大小 你看 我的手比艾勒大这么多 她这么小的一个女生的手 可以抓住球 说明球感很好 那接下来跟我们拍个球试试 好不好 漏信了 好 亮队长 这个叫篮球 知道吗 哦 因为名字叫巴斯K的球 巴斯K的球 是这样的 我被所有人号称为刘川峰的老旧 贾川峰 今天听说他们找来了 整个演艺圈里面可以说是 最会打篮球的一批人 美拓 掌声欢迎 黑人 吴 钻 这就有样了吗 一个呢从小就跟着夫妻学习篮球 曾经作为文莱的国家代表队 跟姚明切磋 另外一位更是职业的篮球音乐人出身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黑人 黑人 黑人 吴尔鲁 太棒了 第二队长今天找了两位对不对 那这两位很厉害了 她是负责我们的颜值代表的 尼坤 加油 吴尔鲁 欢迎我们尼坤 吴尔鲁 大家好 今天尼坤准备不用语言来征服大家 他用什么来征服 脸 整场一出场就已经征服了 打球一直靠脸在打球 用眼镜头 好 今天应该是唤醒各位运动潜能的时候了 但是不幸的消息是 我们节目组真的请来了他们 我们今天的冠军队 可以说是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星球 打篮球最厉害的两个人 接下来掌声欢迎到的是 中国国家篮球队队长 著名的篮球运动员 易建连 以及两届NBA得分王 NBA的巨星 曼莱迪 麦迪起来了 麦迪起来了 首先 易锦连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来到莱坝冠 比赛 比赛 你不要太认真 你是来玩的好不好 可能麦迪是来玩的 我们来问一下 麦迪为什么来参加莱坝冠 好不好 我来赢了 我来赢了 我实在是 本来就是要赢的 来赢了 好 那今天呢 我们首先要开始进行到的是 我们的能力展示 我们看看我们的冠军 到底有多强 超越自己 来吧 冠军 胖二 联合特约播出